因為現在香港電影越來越難做 我們的行業、生態亦都倒進去 大家好像有這麼多東西看 我為何要看你香港作品 為何要支持本土 因為你們做得不夠好 但你問我 我覺得如果有得選擇 我都真的想繼續有得拍香港電影 真的擔心不知道 因為畢竟是第一套主角 我很害怕人們覺得 不是高大是英俊 不好看 長時間看著我 雖然導演有說過 主要是看五個女生 有一次是宋家琦 但一邊寫劇本找投資時 你總是會遇到一些壓力 投資的壓力 一他未做過男主角 由頭做到尾 傳統智慧都總會說 你要找個英俊弄齊 我們都嘗試去找個英俊弄齊的 有人推不做 一個推不做 另一個沒有車牌 最後說服到各方勢力 那就去吧 因為有人去支持你 亦都對你有信心 覺得你可以做到 這件事是很窩心的 希望下一套再合作 我看看可否再藏一個高峰 例如下一套是否有多藏氣 那我練習一下身形 只是脫衣服 不是貨藏氣 老婆應該可以的 在那麼多山卡拉地方 為何我們選這幾個 因為屋形不同 我們不想來來去都是住村屋 因為我們想做到 那五個女生住的地方不同 譬如現在有人住公屋 大澳是居屋 然後有人有正常住村屋 即是夏伯麗 沒有人會說Hannah住在山卡拉的深山 那些是清朝的屋 一層瓦頂 那些是古蹟 全香港在禁區的公屋 其實只有沙頭角寸 最後Jennifer住在這裡 雖然我們不是 私人屋遠 我們不是拍進去 任何一個香港人 你看到程碧村的照片 都會說這是別墅 我最深刻一定是 一定是荔枝窩那裡 Hannah那裡 即梅子林 因為那裡基本上 你在香港很難會見到的地方 那裡是唯一一個地方 真的山卡拉道 就算有車也去不了 最方便是坐船 然後去到荔枝窩 再走至少半小時上山 才去到梅子林 所以這是我自己覺得最深刻的 我是從來未試過拍攝 拍到那麼癖 我們有個目標的 希望賺一元 因為我們大部份的電影 都是一對一 只不過她對著不同的女生 你一場戲 演員越少 你就自然拍得越快 你甚至可以畫一個實驗 其實這樣的寫劇 是一定有問題的 是很多人會覺得 他們說的一個關係 其實很跳的 其實是很跳的 其實因為我們的劇本 只是寫那兩個人 在這段感情裡面的幾個時刻 不是由頭到尾寫出來的 你不要說賺錢 你回不了本 其實已經沒有下一套了 你哪有投資者願意扔錢出來 也不是說你的題材好不好看 或者你拍得好不好 而是我幹嘛要燒錢 但是你問我 我覺得如果有得選擇 我都真的想繼續有得拍香港電影 我覺得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當時跟導演聊天說 就是由她點對點 或者影響有怪 和我覺得懸怒山卡 導演是很喜歡在電影裡面 擺很多一些香港的 一些環境的特色 或者一些景點 因為當時跟她說 譬如她拍拆的那個嶺 原來接下來可能會拆 電影的好就是 她可以透過電影 去記錄下這個畫面 她希望將香港最美的時刻 記錄下 其實你現在看回以前的港產片 你都覺得很開心 原來以前你看回旺角 旺角那條街 原來是彌敦道這樣的 你想想多少特色的東西 但你真的難保日後越來越少 因為變得很厲害 香港電影就是記錄下這些時刻 我想以前頭頭就未知 只知道我要做演員 想拿影帝 但慢慢慢慢開始明白到 其實作為一個演員 她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還有她有責任 譬如你做一個演員 其實某程度 你都是一個有影響力的人 原來演員 其實她都有一個力量 其實如果你有時有些戲 你是很有意義的 或者你做得很好 很用心做的 我覺得不論是甚麼戲種 作為觀眾看完 其實她有感受 她會覺得這個演員做得很好 我看完這套戲 我很舒服 我很開心 或者不論是你給我 純粹有一個很舒服的 一個放鬆時間 又或者那套戲很有意義 你給我一個信息 我可以去反思 也好 其實一個演員 原來是可以做這些事情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 我不敢想太多了 因為特別是這一兩年 我覺得社會環境 整個城市變得很快 很多事情都你預計不到 一時可能社會運動 一時疫情 我們的行業生態 亦都倒進去 大家好像 我有這麼多東西看 我為何要看你香港作品 為何要支持本土 因為你們做得不夠好 所以很多因素 令到我都不敢想太多 你問我我現在真的想的 就是做好每一個演出 希望可以長做長有